随着客家人对山区的垦直开发,随着客家人口的繁衍增多,他们在生活中的安全感便逐渐增强了,反映在住宅建造上,这个时期便出现了围龙屋,走马楼,五凤楼等多种样品。 围龙屋也是一种全封闭型的大型住宅,因为住宅后部的住宅呈马蹄形,宛如一条龙峰围龙主体结构,所以叫做围龙屋,这种样式的宁居多出现在越东梅州一带经济比较发达的客家山区。 围龙屋多数是平房,一般有一圈或两圈房子,也叫单围龙,双围龙,多是背山而进,后高前低,远远看去很是壮观。 正门前面有一个板月形的水塘和一个深谷场。 这是梅县三角地一位华侨八十多年前回乡新建的大县徽龙,叫长阁楼。 它是我们建造的一座最华丽的四人住宅。 它以古朴典雅,庄重实用,漂亮花洞,工艺精美,独领风骚八十余年。 一座围龙屋内房间的多少,已位于中轴线上天堂的数目而定。 有下、中、上三个正堂的是大围龙屋。 天堂是供奉祖宗及大家庭中通共活动的出所。 天堂两侧对称分布的相仿。 这两侧的相仿又分别向天堂的后方延伸合围,直到会合成为一个马蹄形。 在这个马蹄形内,形成一个与正门前方的水塘香对应的半月形土丘。 客家人叫它花头贝。 花头贝一般用来栽花植树,这一美化居所调解消气候。 显然,住围龙屋,地住原寨要输入多了。 围龙屋,至今仍是客家地区,特别是新年,梅县农村,大家庭的主要负债样式之一。 几十口人乃至上百口人的大家旨,一屋而居。 必有喜庆节日,天堂之上。 离开休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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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开。 小龍比五大,fer назад去。 都很高兴。 不高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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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洲最大的围龙屋在武华县城附近的高松树村 这座建于四十年代的围龙屋 刚建一半就停了下来 这一半的建筑就有住房将近两百建 在这大型围龙屋居住的是周姓家族 祖上几代都是做官的 人丁兴旺,庆亲宗族三百人左右生活的专业 这种样式客家的人叫走马 多建于广东东北部江西南部和西部城市 外神有伊字形,欧形或回字形 都为一山建筑,分上下两层 一层为厨房,农具杂房,处栏和厕所 上层为居住室藏 走马楼的主要特征是 在二楼外部用木料建成一条长长的走廊 南方山区潮湿多余 住在走马楼上则比较通风干爽,又可防备野兽的清洗 这种沿着山坡地式成阶梯式的建筑结构,叫五凤楼 其主要特点是,房积乘阶,顶瓦乘层蝶式,一般为五蝶 从远处望去,一层层的顶瓦飞檐,又如展翼飞翔凤凰 所以叫五凤楼,是一般大户人家的主宅 到了近代,由于社会的动荡和武器的发展 在一些客家地区的小盆地上,出现了一种近乎于炮楼的名寨,就是四点金 四点金的主要特点,是在房屋的四个角上,加紧有如现代炮楼式的高层建筑 楼的四角均设有瞭望孔和枪颜,便于观察和自我防卫 为于五华县城附近的这座四点金,是三十年代明文侠尔的亚洲球王李慧堂先生的故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慧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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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